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高级人才申请永居卡的时间 最快一年之内就可以批准 高度人才签证是通过日本政府设定的打分表 根据你的技能和表现来评定的 70分可以获得高度人才 三年后申请永久居留的资格 80分可以获得高度人才一年后申请为永久居留的资格 那日本的这个打分标准是什么呢 我拿最高标准来说吧 学历是博士的话可以拿30分 工作经历7年以上的话可以拿15分 年龄在30岁以下的话可以拿15分 年薪在1000万日元以上的话可以拿40分 也就是说一个年薪1000万日元 折合成人民币大概64万左右的博士 不算工作经历 不 年龄分就已经可以拿到70分了 第二 商业移民 如果满足不了日本的高级人才打分制度 得不到高分 而你手上又有点钱的话 那可以通过日本经营管理签证来移民日本 如果你满足500万日元的资本金要求 有固定办公场所和可行的事业计划书等 且在日本注册一家公司并实际运营 就可以去申请经营管理签证 由于日本经营管理签证对学历 语言 年龄没有很高的要求 只要在日本国内设立公司就可以申请 所以就成为了移民日本客户的热门之选 获得日本经营管理签证的前提之一 是要有可持续经营的项目 对于还没有找到投资项目的人来说 通过投资日本房产也是可以实现移民日本的目的 这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买房移民日本 具体是如何操作的呢 首先日本不像大多数欧美国家 直接可以通过购买当地方产就可以拿绿卡 所以日本买房移民从理论上来讲是不现实的 但是规则是死的 人是活的 我们同样可以用买房的方式来达到日本移民的目的 对于经营管理签证来说 开设公司是必要的条件 你可以先在日本买几套房子 然后开设专门运营长租公寓或者民宿的公司 换句话说 你可以买几套民宿 专门做民宿运营公司 或者购买公寓的几层 甚至是整栋楼盘来做租赁运营 后期的房产管理经营等实际操作中 可委托日本专业的管理公司打理这些资产 主申请人可以躺着赚房租当省心房东了 等你的民宿有了良好的流水和税收情况 这样你就可以申请日本永居卡 第三 留学移民 如果你年龄在35岁以下 没有结婚 没有孩子和其他牵挂 那么留学签证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你可以先在日本找一份工作 等到有了良好的工资流水和纳税记录 再申请长期居留签证 很多中国的留学生 就是通过这样的办法留在日本的 一般的做法是先去日本上一年语言学校 掌握了日语之后 再报考日本的一个大学 读个本科或者硕士 有这样的经历之后 在日本找工作就比较容易了 另外 日本现在也有很多中国人开办的企业 或者面向中国市场的日本企业 也需要招聘中国人 这种就需要自己慢慢去寻找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小编正在办理日本的商业移民 找了一家正规的移民公司 了解到的情况 没有保留 想要移民的日本的朋友 可以在当地找一个靠谱的中介咨询 大概率结果不会偏离这几点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